作为演艺圈当中的一位名人 于谦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和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组成了一对儿搭档 无论是在春晚的舞台上 或者是在德云社的演出当中 于谦的表现均非常出彩 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 于谦也有三大兴趣爱好 那就是抽烟、喝酒和烫头 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 于谦也主持了严学金儿子的拜师仪式 引起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在当天的酒厂上 于谦品尝了价值1000多元的白酒 脸色显得微微泛红 不过他的气场还是非常强大的 不得不让人叹服 作为一位非常出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于谦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一、于谦的早期经历 1969年的时候 于谦出生在了北京市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就来到了北京市戏曲学校 专门学习相声表演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当中 于谦的艺术天赋 获得了完美的发挥 并认识了著名相声艺术家石副宽先生 拜对方为师之后 于谦的相声记忆有了明显的提升 并来到了北京取一团工作 当著名导演赵宝刚拍摄 编辑部的故事这部情景喜剧的时候 同样邀请于谦参与其中 给粉丝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为了让自己的表演才能更进一步 于谦在之后的时间当中 也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并参与了马三立这部传记剧的拍摄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 于谦不仅出演了《小景胡同》这部剧 而且在海马歌舞厅这部情景喜剧当中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随着于谦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也曾经出演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部影片 更给粉丝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那段时间当中 于谦也认识了他后来的搭档郭德纲 两人合作了一段相声《你好北京》 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4年的时候 于谦离开了北京取义团 并加入了郭德纲的德云社 从此与对方成为了固定的搭档 他们不仅为大家带来了 《我是科学家》这段相声表演 而且在《我这一辈子》这段相声片段当中 同样让大家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精彩 不得不让人叹服 作为一位非常知名的相声演员 于谦的相声功底还是非常深厚的 虽然在之后的时间当中 于谦主要是以相声演员的身份出现 不过在影视作品当中 于谦同样发挥出了自己的精湛演技 无论是在《三孝之才子佳人》这部喜剧片当中 或者是在《鸡毛蒜皮每小事》这部情景喜剧里面 于谦和之前的表现并无二致 也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相信很多观众还记得 在2013年的春晚当中 于谦和自己的老搭档郭德纲一起 为大家带来了《拜家子》这段相声表演 至今仍然让粉丝们记忆犹新 在《大千世界》这档脱口秀当中 于谦更凭借自己幽默的天赋 再次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关注 让人赞叹不已 二 主持《拜师仪式》接近花甲之年的于谦 无论是在演艺圈当中 或者是在相声界里面 都是不折不扣的一位文化名人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于谦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 对于于谦的三大爱好 喝酒抽烟和烫头 也是很多粉丝热议的焦点 除了这些之外 于谦还有一个小马场 可见她的业余生活 还是丰富多彩的 在前一阶段的时候 严学金的儿子举办了拜师仪式 同样邀请于谦参与其中 由她担当主持人 也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从曝光的照片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于谦不仅打扮得非常时尚 而且整个人的气场也非常足 让人看上去 就是一位演艺圈当中的大佬一般 站在于谦跟前的帅气小伙子 就是严学金的儿子林奥飞 他作为徒弟 正打算给自己的师父和师母敬茶 不过从现场的画面当中 大家并没有看到林奥飞的师父 也增加了一丝神秘感 因为林奥飞大学毕业之后 并没有太精彩的作品面试 所以迫切需要一位大佬带一带 三 严学金相信很多观众都知道 出生于吉林省辽园市的严学金 在自己很小的时候 便表现出了很强的艺术天赋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 就登台表演了二人传 刘秀座楼 给现场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来到演艺圈之后 严学金在《求爷爷告奶奶》这部剧当中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 严学金的年龄也越来越大 在《山里娘们山里汉》这部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当中 严学金也以农村妇女的形象是人 展现出了自己不同寻常的一面 不得不让人叹服 严学金作为演员的张力还是非常大的 由她出演的《我的老爸是卧底》这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 同样让人记忆犹新 相信很多观众还记得 在去年的时候 严学金的儿子林奥菲洗劫连里 她不仅将本山传媒的艺人请了过来 而且还将圈内好友 细数要求了过来 排场也是非常大的 从曝光的婚酒店照片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除了鲍鱼、大闸蟹、海参这些补品之外 还有价值3000多的茅台 四、结语其实很多观众都知道 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面 严学金为了给儿子铺路 不仅带她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而且还为她安排排面超足的婚礼 不遗余力地将儿子介绍给大众 如今看到严学金的儿子拜师 居然把于谦请了过来 也着实让人感到意外 毕竟在演艺圈当中 严学金和于谦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合作 如今两人却出现在了一起 也不得不让人感叹 演艺圈真的很神奇 严学金的儿子林奥菲 这次拜师仪式 同样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一方面是因为于谦担任主持 另一方面是因为 严学金的影响力非常大